波尔会上佛菩萨 这张幻灯片是香港大雨山宝莲禅寺的 右边是第四天 左边是大梵天王 这时候大梵天王跟第四天都感动了 因为他有神通 他想为什么人间突然有一个放广大无边的光芒 这个光芒非常非常的大 连大梵天王跟第四天做的天宫都震动了 他就用神通看 人间有一只老鹦鹉在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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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在救火 他想所有的动物在紧急苦难的时候 都为了自己的生命就逃走 可是却有一只动物在为了救众生 大家也知道吗 那这个怎么可能呢 生灵的大火越来越猛 可是释迦牟尼佛这只鹦鹉 他永远不放弃 继续还飞到河边 然后嘴巴含着水 翅膀圆的水 他飞飞飞过来 再飞到里面 飘飘飘飘飘飘 飞来飞去 因为烟雾很大 那个鹦鹉也开始昏头转向 在快到它掉下去那一刹那 尸体环鹰跟这个大饭天王 用神通下了一场大雨 而且弹了一朵莲花 把那只鹦鹉接起来了 就掉在地上了 后来呢 尸体环鹰跟大饭天王 就合掌对这只鹦鹉礼拜 尊贵的释迦如来 释迦如来 你无量无间 到哪一道都广度众生 连我都对你礼敬 我要讲的故事就是告诉你 佛跟菩萨跟我们不一样是什么 它重视它的姻缘 也作为所谓的畜生道 它是一只鹦鹉 但是真的有灾难的时候 它不会像我们这么自私 先跑了 假如现在呢 我知道新加坡是很重视 所谓的secure 所谓的reason 一栋大楼里面 都规定了 是不可以做淘汰 假如现在大地震或火灾 大家都跑 可是呢 真正有菩提心的人 一定会静下来 指挥大家 怎么样快速离开 可能东西掉下来了 砸到了 他自己也不怕躲 为什么 他想我死了没关系 所有人都能救 这个就是真正的大悲心 跟菩提心 我们要学的是 不管我们在哪一道 遇到我跟众生都有苦难的时候 你真正先以救众生为主 听好 就算你是这只鹦鹉的话 当你生命一结束的时候 来生一投胎的时候 你就是菩萨 摩合萨的 你是坐在大宝莲花上的菩萨的 好 这次讲座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接下来回答问题 所以希望 这是一个很简单也真实的故事 不过希望大家真正好好体会 从这里你可以了解 听了这么多 你怎么去实践你的慈悲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 我先回答 就是跟讲座有关的 我的小熊 威尼又出现了 Have a great day 好 先看第一个问题 我尽量回答 师傅 发菩提心 怎么发 怎么做 才能真正发菩提心 刚才那个 鹦鹉的故事 就是最好的故事 您的email是什么 我很想上网 看你所拍的照片 请你翻开讲义第一页 下面就有桑爷金色的网站 很高兴前几天 伦宾尼园 佛陀出身圣地呢 已经上网了 请大家有空去看 第二个问题 师傅 听了你两晚 今天应该是第四 三晚 你讲经说法 我都非常法喜充满 谢谢你 感恩 我也感应你 他有两个问题 很感恩法师编的这个讲义 对我们学佛有帮助 请问我有几个问题 加下来请大家看页 第四页 第四行 第四页 第四行 道次第 你说这个第 是不是打错字 比误 好 提醒你 这两个第都同时 在中国古字 第是跟你讲的 第一名的第 这两个都可以 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时候 有些他是打道次第 第一名的第 可是呢 真正一 一阶 step by step 下识到 中识到 上识到 这叫道次第 所以这个地板的地 也可以 这两个字 在古字通用 谢谢你的提醒 跟说明 没有打错 这个句实很厉害 Scan my hand out 谢谢你的用心 第五页 第十行 到第十二行 波罗蜜的蜜 下面是山 也可以写成 虫的那个蜜吗 听好 在古字 这两个字也是相通 到现代 波罗蜜的蜜 虫子呢 是讲蜂蜜的蜜呀 那这个蜜呢 山字呢 是讲蜜蜜的蜜 secret 在古字这两个字是相通的 好 这个没有问题 请看第十九页 第二行 丙一 布施波罗蜜 分二 说师傅应该是分三 谢谢你 请改过来 为什么呢 财师 丁一 丁二 法师 我刚开始编的时候 是这样的 可是不瞒各位说 我希望各位不要介意 我多说 我是真的很用心 我如果不用心的话 我真的是不太来赶新加坡的 所以我来呢 飞机的那一天 我坐到天亮四点半 然后传着PDF档给 海映寺 然后才把它列印 我刚开始是判丁一丁二 后来呢 我一寄送加了一个丁三 二师无拙 因为我觉得后面的寄送是这样 所以第十九页 第二行的分二 对 把它改过来 分三 对 这是 I was so tired 对不对 谢谢你 好 接下来 二十一页 第七行 本三 忍入波罗蜜 是不是又分三 改错 应该改四 谢谢你 请改过来 丁一丁二丁三 本来是只有三个 但是丁四是小结 因为它是一个段落 这是我后来加上去的 那那个数字呢 我没有改过来 谢谢你 你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二十一页 第十三行 丁二 新住持人分三 是不是打错 这个应该是分四 对不起 我是对的 原因是我不是四个寄送 我是指什么呢 请翻到后面 翻到后面 第几页呢 请看第三十八页 当然我这要详细说明 不过下支印讲义的时候 我这个都会校正 还是要录影一下 对 三十八页 请看十二行 分三 分三不是分四 不是五十七 五八 五九 六十 我的分三是指十七行到二十二行 有看我标到一二三吗 我的三是指这个三 所以这个不用改 这是对的 好 第二个问题 师父 您昨天在讲座中 想着把现神通归为在邪见 跟恶见 你举的例子是 反面例子 的确不是佛教 但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 神通就是邪见 佛陀也不是为了广度众生 现神通吗 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金刚圣的很多的政务者 像莲花生大士 或是很多很多的大宝法王 他们也显神通啊 那请问 神通是修订的副产品 应该不完全被否定 虽然神通敌不过业力 但也不是应该修学的目标 但是末法时代的众生 也许像我们很多很多的众生 过去生当中没有学习过正法 不能像我们这样有耗耀心 坐在这里听你讲经 也许也是需要神通而度的 那是不是有人 也可以现神通而为说法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但是我正式要回答你的话 我必须引一个档案 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第一 你假如举零花生大士 我大宝法王 我绝对同意 因为我也是四五年前 做某某到大宝法王 我才去见到宝法王的 他的确有神通 但确定他是观世音菩萨 但是你这里说 有些人他用神通度众生 注意听 不是有些人也现神通而为说法吗 你这里讲的人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 你讲的是special case 不是generally case 佛讲佛弟子不可以现神通 你要想有利也有弊 假如可以现神通的话 可告诉你 正法一万年的会灭掉 变一半的 我没有否定神通的功德 但是你要知道 神通它有它的副作用 为什么呢 外道也有神通 这是你要了解的 但是假如你确定 它是真正的证悟上师 是亲近上师的话 单人在特殊状况 他可以现神通 像佛在世常常也用神通度众生 我讲那个故事有没有 他现一个神通 做一个比丘 在河边一起打坐 对不对 他的确现神通 但是他是佛呀 他可以现 观音菩萨可以现 是因为他们正入无我法 简单讲没有私心 没有私欲 可是一般的人都有私心跟私欲 那现神通的话就很危险 所以佛奖经是讲 所谓的generally principle generally case 普遍的原则 学习佛法听好 不要用特例来否定 普遍原则 你举大宝宝王跟莲花生大师 我都同意 但是他是圣人 他已经无我了 但是当前新加坡东南亚 很多很多的假上师 动不动是佛菩萨再来的 都是有问题的 那是很小心的 所以你不可以以特例 来否定佛奖的普通原则 看这里 下面所有回答的问题 应该举一个例子 看这里 注意听很重要 后面的问题大概都是这样 这边我有个带子 有东西南北 ABCD四个角 你看一张事情的时候 不能只看A B也对 C也对 D也对 凡夫有些人就会说 A对对对对 You are wrong I'm right 对不对 执着B的时候 B对 A C D 也错 事实上四个都是角 你应该学着 自己的意见可以 强调 但是也要去接受 其他不同三个角度角 更重要你要学着一个看 要跳在空中里面 四个角都要看到 不同的地方要用B处理 B同的地方要A处理 不同的地方要A处理 这个再叫圆满清净见 为什么我们要听这么多经 为什么要学这么多佛法 因为我们常常一句话 哎呀不要执着嘛 对不对 你发愿也是执着 其实它执着跟愿都搞不清楚的 愿不是执着 没有愿的话 根本不会有菩提心 那叫断灭 所以不要拿一句一句金刚经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就像一把剑来啃断一切 那你是在灭正法 你也灭掉自己的佛道的 知道吗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那为什么大殿要供佛呢 所以佛教徒我真实说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思考 我真的很高兴 你这位居士讲了这个问题 所以你的回答是 有人献神通的说法 那你要确定 这个人是真正正入无我法 没有私心 没有私欲 那他显现的神通真假 那你就可以判断 关于这个问题 请问这个问题的脸有 可不可以举手 我印了一份讲义给你 待会讲完经以后 到办公室找Vincent 他会给你一张讲义 讲义是什么呢 请看多年前 换灯片 先看一下就好 2003年在入菩萨行里面 第八章讲禅定波罗蜜 禅定波罗蜜里面 一定会神通 禅定一定跟神通有关系 在最后一段的地方 请你上网MP3 我的讲义在这里 我引了阿迪霞尊者的 菩提道登论 他有讲 神通显现的方法 容易显现神通 咒术也可以神通 画符也可以神通 禅定也有可以神通 然后呢 这里 神通有他的戒律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放大字一点 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很广 牵涉到佛教 所以我花多一点时间回答 你也可以看这本书 第一个 学习神通的正确心态 一 佛法是面对鬼神的心态 因为鬼神呢 只看佛的神通 佛能够用神通降服他 第二 佛陀视线神通 他有考量的 第三 他为了利益众生 创造光明的世间 而学习神通 第四 以无所得的智慧 来学习神通 所以我讲 无所得很重要 可是当前你看很多 特异功能或显神通的 他都是有目的的 所以曾经华人问过 尊贵的大宝法王 为什么东南亚 很多很多的假上师啊 还有显神通的 法王入定了一下 他答了一回答问题 因为我也坐在旁边 他说 因为你们笨嘛 你们被他骗到 他想要的东西嘛 你们没有正法去做抉择嘛 我觉得法王真的很慈悲 一针尽血的讲 我们都有所求 求神通 求感应 求快速 你有所求的时候 你就会被人家利用 所以他才会给你 献神通的 接下来 第五个 神通必须具足定理 还有 学习神通 他有动机 跟他要守的戒律的 请看 第一 不应该为人 私人的私欲 而学习神通 像谁 举个例子 密勒日巴 他没有遇到正法之前 他就是要诅咒他家人 学咒术吗 他不是神通很大吗 结果他杀了很多生啊 他后来也是 为这个忏悔啊 所以他上师 马尔巴大师 要他搬上搬下 盖房子呢 盖几次 盖八次 灭掉他八大劫的重罪 最后第九次 他师父说 不用杂了 剩下的一大劫 靠你去修行吧 一大劫业障 灿除的时候 你就会证悟的 所以你不要认为 神通看起来很快 他副作用很大的 第二 不可以神通观察 他的过思跟隐私 我前几天讲 为什么叫你要依止 正知正见的善知识 因为你若有隐私的话 你会被他控制 最后 哎呀 他是我的精神导师 佛跟菩萨 绝对不会控制众生 第三 不是为了竞争 而实现神通 第四 也不可以随意 实现神通 第五个 更不可以在佛的面前 显神通 听好 所有的大圣经论 假如是菩萨 要现神通的话 他会先来请法 问佛说 我可不可以 做下面的动作 佛说你放心做吧 菩萨开始 现大壁六面震动的 第六个 实现神通的时候 不可以惊扰一切众生 第七个 慈悲智慧的神通生活 也就是真正的神 是什么呢 神奇妙用 通是通达无碍 他一定跟慈悲智慧是相应的 以上出自于洪启松的2002年神通的原理与修持 他有三本书非常好 这本我绝对推荐 因为他引的全部是经论 我全部看过 所以谢谢这位居士的问答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我公开回答 所以我也印了这张幻灯片的讲义给你 谢谢你的回答 功德无量 希望你能满意 好 接下来再看 哇 很多问题 师父请问 如果一个人 想修解脱道 而不走菩萨道 他还需要聚聚菩提之良吗 答案是的 不怀疑 资良挺好分三类 叫声闻资良 圆觉资良 跟菩提资良 那这龙书的菩提资良论 是以站在大乘而说 所以他一开始就讲 大乘菩萨道的菩提资良 假如你不想走菩萨 你觉得做菩萨太辛苦了 你可以起码做圣人 阿罗汉或是声闻 那你要挣一果二果三果的话 你还是要很精进的 按照清净道论去修行 你才能够积聚福德之良 答案是对的 师父请问 在诵大乘经论 例如法华经 金刚经或长生疑惑 那应该怎么对质 是什么因缘让你产生疑惑 对不起 我不是很清楚 你讲的这疑惑是什么 疑惑是第一个 你不懂你经文的意思呢 还是指你念 但是你会怀疑呢 假如你是不懂经文的意思 很简单嘛 可以看白话注解 念的时候不要去想意思 专心念 它是修界定会 然后念完以后呢 你可以听法师讲解 或看白话注解 那这个呢就解决了你疑惑 假如你 其实你会念大乘经论 表示你跟这部经还是有缘 今天下午有一个联友跟我会客谈了一下 对不起 这次没有办法公开给很多人会客 因缘有限 以后希望给大家多一点机会 那他就跟我讲 他念法华经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感应 那是他过去世也修过法华经 他定中呢 看到很多境界 我肯定是真的 但是不要执着 法华会上佛菩萨一定会加持你的 你念金刚经的时候 般若会上佛菩萨也会加持你 你念普行行愿品的时候 华言会上佛菩萨也会加持你的 所以你有疑惑的时候呢 不要难过 表示对于甚深的经典啊 这么深奥啊 你要慢慢学 那这疑惑 假如是你内心的疑惑 分两类 第一个是教义不明白 可以解决 第二个呢 你可能对这个念 你会怀疑 譬如说 我在台湾有遇到一个脸友 他读法华经 他每次跟我说 法华经有问题的 什么一入定入二节三节十节 哪有这么久 一定打错字的 我有一次呢 两次三次苦口婆心劝他 我说你不要棒法了 佛在世的时候 圣人大菩萨 时间寿命是很长的 时空对他来讲 是没有障碍的 他一入定十节呢 在他来讲 只有半天而已 他总是要去改化法华经 我最后骂他 你会堕阿比地狱的 你只是用自己凡夫的心 去解释佛的境界 不可以的 假如是这样的疑惑的话 要忏悔 表示你过去棒法过 第二个 产生邪见过 所以我建议你是在诵经之前 先拜佛 拜二十一拜 拜南摩法华会上佛菩萨 让我能够不要产生疑 神欢喜心 拜完了以后 你才坐下来诵经 这个方法会很有用的 下面一个问题 师父请问 你礼拜五的时候 问了一个问题 你早上起来 要做些什么事 我叫你们问的嘛 这个脸也很厉害 表示大家很用心 其实你们问这些问题 我真的很高兴 所有问题我都看过 我会很有耐心回答 虽然有些是初学 有些人问得很深入 答案是呢 三庄是 第一个要发菩提心 二修此无常观 三修此悲观 看这里 这一段是影子于 我在台湾讲的 坐禅三昧经 现在还没上网 我教我的学生 我重新科办 他其中有 丙二说明精进的理由 分四 有兴趣你可以抄下来 就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个要修无常观 第二个要知道身体 是不清静的 照顾它 但不要执着它 第三要知道 死亡随时会来 但不会恐惧 第四要想 人生难得 佛法完文 我若不精进修持 我死后是很难遇到佛法 你就会想到 感恩想 一根一指三宝的心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觉得听了这个讲座完 接下来他讲修行的原则 所以听完这个讲座 看一下 坐禅三昧经 将来会上网 我 电扇的关系 将来呢 这个对不起 这个将来我会上网 请大家稍安物照 我现在在教台湾的莲友 很有趣 我要来台湾的时候 我的学生跟我说 师父啊 你不要忘了 你是台湾的 Permanent Resident 祝你新加坡吉祥圆满 红法圆满 但不要住太久 他说你住太久的话 可能我们要包鸡 要把你包回来 我说不会的 我该回来就会回来 那在台湾的莲友 他们真的 因缘比较成熟 也学了很久 所以在坐禅三昧经里面 就有讲 五庭新官 调服你的贪嗔吃慢鱼 不用急 这些将来我会把 我的幻灯片供养所有的众生 转成PDF档 你专心听 在这五庭新官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好 又问你一个问题 你睡觉前三十分钟 你在干什么 你每天早上起来以后 十五分钟 你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个讲到发心跟禅官 所以我是在禅官的时候讲 那各位呢 我不知道你睡觉前是什么 有人听音乐 relax 有人呢 吃一些东西 宵夜 有人呢 就看电视 一直按按按按到猪 咚 他就睡着了 每个音源不同 但是站在禅官的角度呢 我会建议你 假如是十一点睡觉的话 你要十点做功课 洗个澡 做功课 不要十一点睡觉的时候 十点五十分 我休禅官 结果你都是什么 只有睡眠三昧 那时候你的身心 已经很疲惫了 所以应该是在睡前 一个小时 做你的功课或禅官 然后呢 早上呢 好好起来 起来以后呢 不要匆匆忙忙 先在你床上 或佛塔 床上也可以静坐一下 想一想你今天要做什么 当然以菩提经论来讲 是要发菩提心的 接下来我以一个 白教布卡仁波切的开始说 每天睡觉前你要做什么呢 请看 可以把它抄下来 每天反省 你一天 有没有做过善事 跟造恶业 一天你从早到晚 你做了多少善事 希望把你所累积的功德 欢喜的回向 给一切友情众生 所以建议你 晚上睡觉时候 要修一个法门 叫普接回向 你如果不会选 你就选 这次我大会教你的 中科巴大师发愿文 跟月葬吉祥经 是最好的 了解吗 普接回向是很重要的 从早到晚 我爸说 一切的善根 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不是来听经才做 回到家里就忘记了 装作不知道 不要这样子 那枉费我用生命 来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 假如我今天不小心的 遇到二元 发了脾气 我今天又起了贪心 我不小心啊 今天因为怕妈妈打 我又说了谎话了 要忏悔 为什么 不忏悔的话 这些恶业会做恶梦 你命中中阴生的时候 会像种子发芽的 都会出现的 所以看 若造恶业 要正视这些错误 要忏悔 发愿永远不再犯 当然又有个怜友 说师父我就发愿啊 可是控制不了习气 怎么办 慢慢来 假如你不忏悔的话 你有十分的恶业 慢慢慢慢的你精进了 一直做 过了一个月以后 你的烦恼可能七分了 不要认为佛法没有用 绝对有用 愿不愿意你做 然后慢慢慢慢的再忏悔 你会变六分 三分 你以为成佛是十分 等着变零分吗 不是这样的 那不合乎元气法的 所以总结要做两桩饰 请背起来 忏悔业障 普皆回向 恶业要忏悔 善业要回向 好 早上起来做什么呢 发菩提心 早上起来之后 不要匆匆忙忙 假如你七点上班 那闹钟呢 就订六点起来 有些呢 做妈妈的很辛苦 还要为小孩子准备便当早餐 那你就五点半起来 起来念 普贤行愿品吧 那你说师父 我又要念哦 好吧 那你可不可以 最少拜托 大慈大悲 敏众生 给我念讲义 第一页吧 你不念哦 再打折的话 我跟你讲 连我也帮不了你的 那何况佛菩萨呢 对不对 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 先在床上静坐一下 不管是夫妻 同床或分床都好 静坐一下 不过你不要吓到你太太 她睡觉 一起来 怎么又一直坐在那里 那你就拿个普团 坐在地板上嘛 我觉得有些连友问的问题 很可爱 第一 要虔诚地向根本上师祈祷 因为她是仁波妾 所以西藏是上师本尊父法 可是因为我们大臣来讲 是归命三宝 归佛 归佛 归生 很虔诚地观想你最有缘的 最好大家都可以观 释迦牟尼佛 这是最殊胜的 然后跟你观想要修的佛菩萨 你想 我早上今天怎么发菩提心 来静我的生活去帮助别人 这个就是菩提心 听了四天讲座 怎么做 就是这样 尽力的 我今天可不可以 尽力的去帮助别人 不要求报酬 第二个 在静坐 无常观 思维万法的无常 生命一天一天过 对不对 生老病死 在轮回当中是很苦的 无常观有很多方法 我在九住星期他讲座 讲过 我就不重复 但是呢 假如你真的生不起无常观 那你就拍一张 释迦牟尼佛雪山苦行图吧 好不好 那这个照片呢 我回去呢 一个月以后 我就叫我学生上网 你可以上网 download 好不好 然后那你也可以啊 观呢 这个藏传佛教的六道轮回图啊 第三 无常观呢 完了以后要观想 我发愿 要关怀我的家人 父母 一起发广大的慈悲心 这叫慈悲观 所以早上起来要做三装饰 一 发菩提心 向佛法身三宝齐寝 二 修无常观 三 修慈悲观 好 这是您的问题 问得很好 我觉得问题问得很好 我有用心准备 好 接下来回答一些 今天的灵友的问题呢 有些没有时间看 慢慢来 好 回答一些 其他的问题 师父请问你 一个人要如何 与他人化敌为友 我们如何真正的 明来佛教的真理 当我们知道 不能犯五戒 却在不得已的状况下 犯了 那要怎么忏悔 生气的时候 如何发起菩提心 放下你的愤怒 念虚空障菩萨的名号 可以增长智慧吗 请解释 法无我跟孝顺 哎呦 你的问题真多 好 一个一个来 第一个 怎么化敌为友 听好 你要修自他交换 敌人 你为什么觉得敌人 因为他伤害你 他侵犯你的利益 你应该这样想 你在无量的众生里 就像大海那样 这么多这么多的鱼 碰到一起 一定有缘的 你今天呢 会碰到他 不管是你的邻居 或者同事 你会跟他在一起 一定是有深的缘 这缘里面有清静的 不清静的 有善的 有恶的 你应该先讲 为什么 他会对我不高兴呢 你转个立场里面 放在他的立场上 然后你就会 体谅他的立场 生起慈悲心 先被人想一想 为什么 哦 原来你想一想 因为你每次 吐他的槽嘛 你每次做事情 都让他很没面子嘛 所以他当然很生气咯 而且呢 你每次在公开的地方 都说他错嘛 你从来没有 给人家鼓励嘛 所以你反省的行为是 你的身口意 伤害到对方 所以人家把你当敌人 你要这样 换过来立场上 就好像说 大会有时候 请你关手机 对不对 那你是要体谅别人嘛 请你早一点来 对不对 因为大会进行嘛 什么东西都要体谅别人 所以你先站在 他的立场上想 这叫慈悲心 接下来第二步 把他立场再换回来 假如是我的话 对方会希望 我怎么跟他相处 你就产生智慧心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慢慢呢 转化你跟他的敌意 转化敌意哦 可是你虽然短化 等一了你会发现 你看到他 他还是不甩你 为什么 那你要深呼吸 Keep smiling 有些人就是这样 哼 我就这样嘛 不看他 我又没有骗他的 你那张嘴哦 鬼看到你都会怕的 那当然你走到哪里都会呢 更加觉得敌人呢 知道吗 要保持微笑 你就明明知道 你自己跟他没有缘了 第二个如实真实的 明朗佛报的教理 戒定会 常常听经文法 他问了一个问题 我常常呢 知道不可以犯五戒 那又犯了怎么办 那是你的恶业 举个例子 你很想不要杀生 可是你呢 内里面的恶业 烦恼习气很重 然后呢 外又有恶元 所以呢 你总是呢 还是控不住 这样按下 闺蜜三宝 对不对 那不得已啊 那是你的恶业 但是你要想 我一定要用这个方式吗 所以违犯五戒的话 简单的讲 内有烦恼 要忏悔 要外有恶元 先把恶元 忏除 离开 最后呢 然后慢慢调伏你的烦恼 念虚空葬菩萨 可以增长智慧吗 答案是 任何佛菩萨 都可以增长智慧 下面一个 师父我是学生 我在面对功课的时候 压力很大 如何 关照好你的功课 把功课念好 以便后来有能力 帮助别人 服务社会 我很赞叹你 你虽然读书会要想到帮助别人 请问你对学生有什么建议 念什么经 念什么咒 第一 我觉得你功课念好 第一个要规划时间 很重要 我从小念书是 全班都第一名单 第二个 你要懂得效率 坐在那边你不专心 对不对 念一念吃蛋糕 念一念打一打电动 念五个小时都没用 专心一点 第一个 要规划时间 第二要重视效率 第三 念得不好 不要怕丢脸 可以问同学 问老师 这是最具体的方法 第四 不要临时抱佛脚 平常就要复习的 我知道新加坡的小朋友 学生这真的很辛苦 没办法 那至于你要念什么咒 或念什么经 真的有用的话 是念文书咒 Ong Arapajanadi 是真的有用的 那你要念观世音菩萨 或地藏菩萨 或释迦摩尼佛 有没有用 有 听考 注意听 不要理解错 任何一个佛菩萨都有用 就像任何一个老师 在学校都教不同的科 但是你现在数学考 是要通过的话 当然要去问数学老师 所以文书施利菩萨 是真正念增长智慧的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编各位的讲义的时候 我是专门念文书菩萨的 我拜释迦摩尼佛 顶礼典香 然后呢 我编达讲义 我有音响 Ong Arapajanadi 就这样子一直唱的 唱到天亮 好 下一个 常常听见有一句话 有情无情同源总治 那么有情众生也有佛性吗 对不起 有情无情同源总治 请问无情众生也有佛性吗 如果有的话 无情众生如何分别 如何修行 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 先答 听考 有情跟无情是以意识 consciousness来分 在座各位 你跟我坐在这里 有生命有感觉可以思考 叫有情 叫佛性 听考 看这里 桌子叫无情 它不是佛性 它叫法性 法性简单一点 no consciousness but have a function 它不会思考的 不过我坐在一些 它突然跟我讲话 熊红师 你坐我太久了 我可以下来吗 它就跑掉了 不会 它没有意识 no consciousness 所以为什么说 吃树里面六道轮回 我们吃植物 因为植物 no consciousness 听到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那无情众生如何分别吗 答案 桌子不会分别 那你说如何修行 那你说如何修行 听好 应该是这样讲 简单的讲 有情是有意识 所以有佛性 无情是没有意识 有法性 当你成佛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 跟所有一切的众生 都成佛 所以你不用担心 第二个问题 佛法是常法 还是无常法 我用龙树菩萨的回答 不是常 也不是不常 叫不一 意不意 这样听得懂吗 有点深 注意听 请问各位 这边是男生 也有女众 对不对 男众女众 可是在轮回里面 你也可以当过 女众男众啊 好 注意 我们都是人 可是人当中呢 我们相同也有不相同 在家跟出家 男众里面呢 也有相同跟不相同 男众里面有人戴眼镜 有人没戴眼镜 有人胡子很长 有人胡子很短 所以可见相同跟不相同 是可以在同个时空产生的 但是我们现在受的教育 都是 Yes And you cannot say no Can you say no You cannot say yes 那是站在对立的 这就是轮回的概念 要超越这个轮回的概念 所以当你问我佛法 是常跟无常的时候 两个都不是 好 注意听 这是橘色 请问我说 不是橘色 是什么颜色 告诉我 诶 讲话啊 各位睡觉了 再讲一遍 这是橘色 Orange color 不是橘色的颜色 是什么色 赶快讲啊 你不能讲 今天不能回向回去咯 通通住在海印古市 对不起 不是橘色 是什么颜色 红的 紫的 还有咧 蓝的 黑的 对 不是橘色之外 不是橘色 有很多很多色 听懂吗 所以当我们讲 不是常的时候 表示它有很多很多 不是只有一个 所以当佛 我刚刚回答说 佛法不是常 也是不常 那是很多很多 无量无边 不错 讲了这么多经 终于大家 开一点点智慧了 师父 请问 往生泥背 没有加持 没有红沙 可不可以结缘 答案是可以的 因为佛经理 当然你找到上师 可以念咒 那是更殊胜 可是在陀罗尼经背 里面讲 如果有众生的身体 碰到了陀罗尼咒 或是这往生陀罗尼背的咒 就本身就有功德 这是佛本身的愿力 你不用担心 哎呀 佛不上哪时候会来 东方那么远 要是佛飞来这么久 他快断气了 第二个 我有归一三宝 对往生陀罗尼背 有意义吗 有 归一三宝 表示你有了一个树根 但是呢 你的树根长不好啊 长得好呢 对不对 那你看 大风 大雨 大草 会来影响 所以 假如你有往生陀罗尼背的话 会让你在归一三宝的时候 你的功德更增长 而不会被自己的恶念 恶业 以及幽民界众生 干扰 所以要恭敬心 肯定它是有用的 是的